发型对一个人的颜值影响有多大? 小狼狗vs小奶狗 现在的90后,男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貌了 但大部分男生还是觉得化妆酷酷很凉 所以他们就从发型和穿衣搭配入手 男生看了会不会觉得很夸张啊? 女生除非脸型长得好看 不然也是需要用发型来修饰的 男生如果五官不立体再不好好打理发型 真的会看起来很邋遢 这个脸型也是什么发型都可以 还是要把头发弄高一点儿 让脑袋显得大一点儿 这个脸型什么发型都可以 是漫画中的脸型 李中硕就是这种脸型 我们李中硕就是漫画脸 脸比我的脸都小 什么发型都厚住 讲了这么多你们会挑发型的吗? 发型对脸型真的很重要 赶快去换个发型试试吧